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想各位都知道现在这个资讯社会里面 每一个学生都要学习写程式 因为未来AI的发展 它会是以程式为基础 社会上所需要的程式人员 需要量会非常非常的大 不管你在哪一行哪一个工作岗位 可能都必须要具备和环境沟通的能力 那么和环境沟通就是用写程式做程式设计 所以高崇市教育局就在107年的1月1号开始 因为要办理全国的猫咪杯程式设计比赛 所以就在程式设计比赛之前 发起了一个千人程式设计竞赛活动 这个活动包括有国民中学 国民小学学生可以用Scratch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么高职生可以用Vidual Basic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VB 那么高中生可以用C C Language 好 那我现在接下来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活动 如果你是用Scratch或者VB或C要如何来参与 我先以Scratch为范例说明 参加这个Scratch的活动就在这一次这个平台上面 那这个平台它目前就在收集每一个同学写完Scratch的程式 并且帮你评分 好 帮你评分 评分完以后你把你评分完的分数 还有它帮你评分的分析画面 还有你Scratch 所写出来的Scratch 2.0所写出来的程式 把它上传到我们的平台 那我们的平台就这一个 好 我们的平台这一个 那我把它点进去 好 这个就是手机其实也可以登录先报名 那报名如果你要注册账号你就从这里注册 好 这里你就可以注册了 它会叫你写出县市 你把它点一下这边有县市 大概台湾省县市都有 希望你写出你的学校就这四个字而已 你尽量把它缩减 那再来年级大概就是一年级到九年级 班级的话看你是什么班 学号有就打 看什么学号 姓名这个一定要打的 那Gmail我们是规定 你的账号一定用Gmail 因为Gmail一定是唯一的 不会重复 那比较大的问题是可能十二岁以下 他还没有Gmail账号 那么最前老师或者家长协助一下 看如何取得 或者用老师或者用家长现有的Gmail账号 那一定要用Gmail账号 比如说你的Gmail账号是像 你的Gmail账号是 就这样打Gmail.com 那这是你的账号 那账号前面还有你的名称 使用者名称 这个就是使用者名称 我们又把它称为ID 这就是你的ID 那这个ID有什么用 当你要把档案上传到我们的 这个平台的时候 你可能要把你的档案取名 就是你的ID的名字 再来密码我们建议你 如果是1月1号升就你先用0101 如果12月5号你就写1205 那你写好了以后 你就可以登录了 那因为我已经有写了 因为我已经有申请账号 我申请的账号是 好我也有密码 好密码就是四个字 四个字你就用你的住审栏院收起来 比如说你已经写好一个程式了 那你的程式你想送到 你想送到我们的平台 就在这边我再把这个图案交出来一下 好这个就是我刚才 我们第一个动作申请账号已经完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用 用那个scratch写程式 好各位看到这你要用scratch写程式 那scratch写好程式以后你要上传到这个 http.drscratch.org去分析 我现在就要进入这个网站 好我把它点一下以后它会进入这个网站 好我现在开始要进入了 好就是这一个 好那这个网站它现在是英文的 你可能不太喜欢你可以按右键 在网站的桌面上按右键 因为这是用crown crown就有 你把它译成中文 它这个就是中文的很方便 那往往译成中文以后你可以选择项目 就直接从这边分析往后选择项目 然后去找你的你自己写的scratch 好你自己写的scratch 比如说我在这里已经有scratch程式了 好我放在文件里面 文件里面的scratch 好这里我写了一个scratch的程式 那比如说我用老鼠过阶好了 我把它送进来分析 这边有老鼠过阶我就把它选择 选择老鼠过阶 开启 开启以后就叫它分析 它现在在分析了 分析 分析以后这个画面是 我21分里面我拿到12分 那如果是英文的你不太喜欢 你可以把它翻成中文 按六键 翻成中文 这样就是中文的 那因为这一个画面你必须要上传到 因为这边有分数作为佐证 还有你要把你这边各部分的得分 要上传到我们的平台 好那怎么做呢 你只要桌面用这个截取 那个windows有提供你这个截取画面 或者看你会怎么做你就自己做 把它截取 截取按这里新增 这样你就可以截取到它的画面了 你可以抓到这里就好了 好你截到这个画面以后你先把它存到桌面 令城新打 到桌面 桌面的话你随便取一个名字 看你要去什么都可以 我把它取名就是我自己的名字 好我存卵内容把它放在桌面 也就是说我刚才把 Scratch 2.0的程式送到Dr.Scratch去评论以后 他已经给我分数了 我知道我的分数是12分 好那这时候呢我就要开始我们再看这张表 好在这里我们来看这张表 这张表我们现在刚才报名完毕了 也用Scratch写好程式了 也送到画面分析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报名网址这里 要上传这三样东西 回到我们的报名网址 好报名网址登录以后就是这个 那刚才我知道我的分数是12分 然后呢我现在要把这一个 你刚才得的这张图 好各位看到右边这张图 要把它上传到我们这个平台 你就选择档案 我刚才好像放在桌面 有一个叫Jerome.jpg 好像就这个 我就把它点线一下就好了 那PNJJpg都可以 好它送上来 这边已经有名字了 然后再把你的档案上传 我的档案是放在这里 每一个人放的位置可能不太一样 我就把它放到我刚才放在这里 好我刚才是这个清化过界这个程式 开启 好它要上传 它已经找到这三样东西 分数 图案 跟要上传的东西 你这时候就把它上传 好它要上传成功 这代表你参加我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 好我们希望全台湾省每一个 图案上传成功 成绩也上传成功了 那这时候你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统计 大家来看一看 好现在正在工作 那以后各位就可以看到我们高雄市 或者其他县市 他们有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所有人用 我们会尽量鼓励 为什么要这样鼓励 因为现在每一个小孩子 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写电脑程式 而Scratch是最简单的 然后我们也把Dr.Scratch 作为我们这一次评分分析的主要平台 好感谢各位聆听 也希望各位找到几个伙伴 同学伙伴们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谢谢